Hello,Hi,大家好,我們有機面,你一見我就發了,你知道我在哪裡嗎?我在鵝眉山 講笑,講笑,你一見我就發了,是啊,我在鵝眉山,我真的在鵝眉山,沒有騙人的 真的在鵝眉山,不是開玩笑的,我在中國,坦白說 好,OK,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房間裡面,如果那張床,如果是沒有睡,拿來放雜物會影響什麼呢? 今天我帶大家來分享,今天來到沖角來說,坦白說,這裡的風水,都很惱叫,都是很複雜 有些看到,真的不應該這樣做,這樣我們看到,我們要跟你們分享,風水的教學 今期的風水的教學,是指點和大家的交流,給大家知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 來,進來一下,進來之前,你看,鵝眉山的鏡頭,攝影師就看到這張床 這張床來說,是沒有睡的,就放了一些雜物在那裡 其實來說,這張床放了雜物,你看,這裡都是雜物,全部都是 你看看,但是放了雜物,會影響什麼呢?你們要學,你們真的要學 如果是床墓睡了之後,麻煩,把床拆掉,摺起來,放在鞭皮那裡,收起來 或者拿一塊布蓋著去,無所謂的,如果是沒有,這樣開了,放雜物在那裡 就會影響到整天,周身病痛,腰骨酸痛,你明白嗎? 整天的背脊,頸椎,全部都會痛 所以我就跟主人家說,我說,你整天有很多病痛啊 他大眼看著我,為什麼你就知道? 我說,是啊,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你這樣把雜物放在床上,是啊,床你睡過的嘛 就算床沒有睡過也好,不是你睡也好 但是床在你的房子呢,你就要小心了,要留意了 所以要記住,千萬不要這樣擺放那些雜物 最好呢,如果床沒有睡過之後呢,摺起來 我上一次又說了嘛,如果過世了,曾經病人睡過的那張床來說呢 都不要留了,如果你的親人呢,曾經睡過這張床 或者在床那裡過世了的,或者不是過世了 是去生產一尾病痛很多,或者生癌症啊 或者很多那些暗病啊,總之很多病痛啊 經常做手術啊,開刀啊,那張床就應該要掉了 不要要了,坦白說,送了去了,不愛了,拿走去,不要送給別人 因為啊,誰睡就誰暈數都會低,醫用的呢,沒有說不相信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所以這張床呢,如果真的沒有溶度呢 你拆了去,摺起來,墊玉也動起來,無所謂的 這樣,如果沒有床架,只是床褥,睡覺行不行 是可以放在地下,打地鋪也是沒問題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如果你不愛周身病痛來說呢 這些雜物呢,就不要放在這張床上面 如果不然呢,就影響很大了 所以主人家呢,都很聰明啊,用我的貴人符啊 你看一下,金貴人啊,你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用啊,說真一句啊 那些貴人符呢,全部呢,都有經文的 唸了經的,唸了經的,唸了經很多人都中標 你看到啦,粉絲的朋友啊,粉絲 很多時候在我的群網上看到很多朋友呢 粉絲都是中標的,你們都沒有收拾書啊 還有紅綠百貴人啊,你看到嗎 你看,幾大包啊,看到沒有啊 全部有經文的,值錢是什麼呢 它有經文在這裡 全部有經文在這裡 有經文在這裡,還有加上我加持啊 做誦經啊,做回向啊,做吹谷啊 全部做給你們,因為我想你們一針見血啊 一見就有效果 很多人都用一段時間,就有效果 有些人用到很快 但是呢,你有信心 為什麼人家用得好用? 為什麼人家有標準? 為什麼你沒有標準? 對嗎? 所以說呢,你以俗標來說呢 再用多點福品的啦 但是福品會幫助到你的 指引貴人啊 你會招離財富 你會招離生意啊 人緣啊,人際關係啊 都會大大改善 還有這件的懶卡呢 不想埋口啊 不妨試一下 有些人掃得很好 真的掃不好 這樣就要看醫生的啦 你答沒有啊 這個是幫你們五十八先 啊 你自己又去看醫生 又幫五十八先 不過工作上呢,很好幫助的 所以貴人符這些來說呢 對他們來說很大的幫助到的 這些呢,就是紅貴人啦 金貴人呢,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呢,連中國人都用的 你說你不用是不是死蠢啊 所以說呢,這個紅貴人 這個紅貴人 我給大家看了 所以說呢,大金啊 這些全部都在這裡 全部都是用我的東西的 他們呢,往生前啊 功德金啊這些啊 全部都是用我的 所以他們中國人用得很好 香港朋友都用了很多 坦白說,在運輸那裡比較貴了些少 但是物有所值的 所以說呢,這些呢 售金啊 大售金啊 你們要健康的 老人家啊 那些啊 你們盡量拿來用 用九張 如果是說在單位那裡不方便燒的呢 掃了之後向下掃 掃了之後成身這樣掃 背筋都這樣掃 掃了之後你這樣掃 這樣掃 明白嗎 貴人符也是這樣掃 掃了之後呢 你可以摺起來 所以我呢 希望你們呢 做事呢 順順利利的 所以要記得啊 這些啊 菠禄仇金啊 天公金啊 這些是很好用的 做馬錶啊 就是燒多些這些啊 貴人符也是燒多些啊 所以福品來說呢 為什麼整天都P-order呢 因為太多人好用啊 還有年底錢啊 很多人掛了一味的標準 還有做事順利啊 不一定要講總錶啊 我想給大家知道 還有那些往生前呢 將你們的恩親債主啊 冤親債主啊 回向回去 然後回向回去自己 你明白嗎 一個呢 就是功德金 因為我經常叫你們用這兩種啊 還有稽錢都很好用 你們不妨不妨試一下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恩親債主 冤親債主都有 所以我們前世欠下來的債 我們要還 那你們有沒有點燈啊 因為很多人呢 我在香港呢 很多人都問過 師父什麼時候登店呢 登店大陸是 大陸批已經製造中 我們正在來 所以你們不要執書 你看一下 每一批都很快被人點了 如果你不好 誰可以點燈啊 大陸批了 不是大二批 大陸批的了 還有呢 那些到期那些一年半的 差不多兩個月頭呢 我就會開放 給你們繼續續約的了 你們到時點點三年聽我說 現在我好看 我現在好看 我不用拿一本書那樣重 我直到放在IPA那裏 一邊讀一邊讀 那天呢 我在機場呢 就是開了IPA 幫你們吹谷加持吧 這樣就見到幾個粉絲 哇 師父你這麼 這麼沒時間阿 你看你們練機阿 是啊 不過你吹谷加持 我可以給你們看 所以很多粉絲就看到我呢 有做事給你們的 我不擔心 OK 好了 要記著 那些床呢 如果是沒睡到來說 沒溶到它 你就收起來 不要躺在那處 如果是間中有回來睡 那張床就不用收 繼續寄在那處 但是記得啦 如果不是呢 會周生病庫的 你不要說不相信啦 這是子宮參考 但是有些人就沒事了 但是有些人就有影響了 如果有影響的朋友 就不介意收起來了 不過通常來說 有些就被朋友過來睡 那些不用收 那些繼續寄下去 放下去就行了 不過要記得 沒睡的床 不要放雜物 最重要是不要放雜物 一放雜物一摺下去來說 我們的運氣來講 就會影響到健康出現問題的了 所以會影響到某一個人的 所以見仁見知的 大家要記得啦 好啦 不說那麼多啦 後來在家啦 我還來講 哎呀 我還未生 哈哈哈哈 源自何未生 哈哈 我在上海 我在上海 好啦好啦 各位 各位粉絲 拜拜 拜拜 拜拜